送鸡,更不分是否为假期,各国总会负责前嫌及各组线道场前嫌大德,均将本次参访视为历史性的姻缘聚会,大家尽心尽力地互持付出,无为不至地关照,让本次参访活动化下圆满据点,相信这也是会像播种般的, 带动出正向良善循环的光明远景,三十多年来,东南亚各国各组线道场的开发,如同六十多年来台湾道场的开发一般,都是从零开始,从一颗一颗到种波值栽培开始,历经数十年不间断的心情耕耘,于京方建处处道场, 盎然道气,参访如是庄严殊胜的道场,就如同仰观参天神木一般,仍仍莫不由然自身谨仰敬佩之心。 诚然,神木不是忽然而出,道场也不是凭空而有。 千年神木,缘在树种,书胜道场,发自道心。 而且,古今皆然。 二千多年前的孔子,一个人的发心,历经,智学,而历,不惑,知天命,而顺,从心所欲不于举,成就了不朽甚业,至今仍是现实人类欲其永久和平和谐的重要智慧来源。 我们相信,千古已将不独孔子一人有如是发心,应世代代皆有无以数计具体而为的, 孔子,在做不断的努力,才有今天人类更丰富的生命智慧。 我们一贯道,以,真如复兴,自诩,效法孔子的精神,秉承着,斯文在姿,天命在公,的自觉肯定,一步一脚印的开荒下种,成就了今天欣欣向荣的道物。 我们深知,道场源于道心,圣人根在良心。 只有善自耕云自家良善心田,发出道心良心,稳健行持,那么,晚世界为清平,化人心为良善,即世界为大同,的理想愿景,也是具体可见的事实。 斜县民国九十八年,两千零九,三月总会会训第两百一时期。 十二,复出二零零九年四月。 复出,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力量。 复出,会让你终身身心灵健康。 复出,是利他也是利己。 一个健康的社会,一定是一个,复出,的社会。 如果我能带一句话到来生,这句话会是,复出。 这些感动人的家具,都是出自美国凯斯西楚大学,Kays Western University,医学院教授史蒂芬波斯特,Steven Post,的新书,好人肯定有好报,Why Good Things Happen to Good People,天下文化出版。 波斯特教授在医学院教授医学伦理长达十八年,并从2001年开始,负责一个研究机构,专门研究,复出,的神奇力量。 尤其,他领导,无限大碍研究中心,Institute for Research on Unlimited Love,IRUL,亲眼看到科学的佐证,友善的行为,对于人的心理与生理健康,有正面的影响力。 他甚至发现解决现代生活的疏离感,最好的解药就是,付出。 每天一点一滴的付出,人就会更快乐,更健康,甚至更长寿。 该书中特别提到了,付出,的十种重要方法。 赞颂,将感激化为行动。 传承,帮助他人成长。 宽恕,让自己自由。 勇气,挺身而出,仗义直言。 幽默,让喜悦提升生命。 尊重,看得更深,找到价值。 慈悲,感同身受。 忠诚,超越时间的爱。 倾听,深刻的投入。 创造,发明与创新。 该书希望每人每天可以选择其中一项或多项,用于自己的家庭,朋友,社区,甚至人类社会。 若能如此,我们会让这个世界变得比我们诞生时更美好。 如是,如是,付出,的十种重要方法,用我们到场学修讲半行的五大修行次第,可以适度重整如下。 尊重,在升官找价值。 学。 倾听,深刻投入气印。 学。 忠诚,超越时间的爱。 修。 宽恕,让自己得自由。 修。 赞颂,化感激成行动。 奖。 幽默,喜悦提升生命。 奖。 勇气,挺身仗义担当。 伴。 慈悲,感同身受觉醒。 伴。 传承,帮助他人成长。 行。 创造,活化生广恩典。 行。 其实,我们自身都是,付出,的最好见证。 如果没有父母的,付出,我们就不可能自因还长大到成人。 我们从住进母胎开始,就一直接受父母的,付出,上述所列的十种,付出,方法,每天多多少少的从父母身上发出,让我们安稳的成长,甚至到今天我们都长大成人了。 父母的,父母人是近期可能的,父母人是近期可能的为我们,付出,即令是一句关心的话语。 这学修套。 这学修奖半行的付出不止在道场行驶中间,更重要的是在日用轮常中行。 游记的我们到场有位80岁的坛主妈妈,她的母亲也是坛主妈妈高龄103岁,有一次80岁的女儿回娘家探望103岁的母亲。 当天晚上母女睡在一起,隔天一大早,尚未天亮,103岁的母亲就先起床,这时惊醒了80岁的女儿。 女儿轻轻地问母亲说,妈,这么早您起来做什么? 103岁的妈妈说,傻女儿,妈妈起来为你准备早餐啊。 80岁的女儿说,妈,您不用操心,我弟媳妇待一会儿就会准备好了,我们可以再休息一下。 103岁的老妈妈,一早醒来,心里想的就是赶紧为80岁的老女儿准备早餐。 这当然是最典型的母亲了,在母亲的心目中,80岁的老女儿还是女儿,她当妈妈的还是有职责,有爱心的为女儿付出。 这就是闽南语言语所说,父母藤简肠流水。 今天我们信逢白杨家其良辰,大道大开普渡收缘,我们和其有幸能够地受一贯到信里真传。 于今,我们深处的道场,也是最容易感受到,付出,的具体内涵。 其实,道场,就是,付出,的最佳见证。 因为有老祖师,师尊,师母,老前人辈,前人辈,各位典传师,各位前贤大德的永续付出,才有今天遍布全球五大周近八十个国家的一贯到道场。 不论是在先进的国家,或者是在开发中的国家,前贤们的开荒传道精神就如同父母的精神一般,不计悔育,不论条件,唯有沉浸奉献,欢喜付出,永无止息,一代一代传承将来,以其共创康庄。 今年3月22日,我们在京边市天正佛堂,鼠宝光剑德道场,举行柬埔寨一贯道总会成立庆祝大会。 有来自台湾,美国,马来西亚,越南,泰国,澳大利亚等国的总会或道场代表,与柬埔寨宗教部官员及佛教僧王,以及当地各组线道场代表千人出席,场面热络,道契满堂。 现今,柬埔寨国民平均所得虽未及美金1000元,但是柬埔寨的道清在台湾开荒前闲的度化成泉下,各个也乐于付出服务,欢喜乐愿,其等充实丰富的生命精神都洋溢在他们的身上。 他们不只是道场中前程修办的道清,也是家庭里幸福的源泉,更是职场中最受欢迎的工作伙伴。 我们相信有这样的柬埔寨人民,他们近期在我地点点滴滴地付出努力,付出善意,付出爱心,柬埔寨国运必定会更昌隆,人民会更幸福。 这就是道场开荒前辈从自己本身做起,欢喜,付出,所创造出的好的循环。 带动自己,带动家庭,带动道场,带动社区,带动人类,迈向原成弥勒家园。 的确,一个健康的社会,一定是一个,付出,的社会。 一个家庭,一个道场,一个国家,甚至是全人类,理当也是如此。 邪县民国九十八年,2009,四月总会会训第211期。 十三,孝替词2009年5月。 晚静以来,每逢5月,台湾社会各界最重要的活动之一,就是举办母亲节,庆祝活动。 虽然,母亲节,并非台湾本有的节庆,但是本着,善与人同,与人为善,的精神。 再者,实时感恩父母的生养培育也是为人子女之本分,家诸媒体及商业行销的鼓舞。 让台湾的5月,跟美国及多数国家一样,充满着温馨感人的气息。 感念母亲的节日,各国各有其传统的因缘。 美国母亲节乃由1907年美国费城的安娜·贾维斯·安娜·扎vis 1864、1948,所发起,经过七年的努力,得到美国国会决议,并经当时美国总统威尔逊的签署。 1914年5月第二周日,安娜母亲逝世的日子,为美国母亲节,全美悬挂国旗,已表示对全美国母亲无比的尊敬与爱意。 这个节日因美国的提倡,也影响到多数国家,包括我国。 但是也有其他国家,以自己的传统姻缘而选择不同日子,订定自己国家母亲节。 比如阿拉伯地区的许多国家的母亲节是定在春分,这一天,当地人民认为春分是春天的开始,也是一年的开始,以此表示母亲的伟大,因为自己这一生的开始是来自于母亲。 据报道,三年前,中国大陆也有人以中华文化尊严为由,开始倡导,中华母亲节。 并以孟母诞生孟子的日子,西元前372年,农历4月2日,当为中华母亲节,的日子。 孟母三千,断基玉学,是大家耳熟能详的故事,甚至南宋时编定的,三字经,也著名,习孟母,则灵处,子不学,断基柱,而且孟母的母仪典范也影响到周边国家,事故在诸多中华贤母之中, 选择孟母为中华母亲的最佳典范代表。 当然,不论母亲节已和因缘定在哪一天,重点是日常孝道的敬重与实践,而不只是,母亲节,那一天或哪一天。 有朋友常问说,有没有最简易的道理来了解一贯道。 有时候学会回应说,有,就是一个孝字,因为,道,这个字,从手从走,有头有脚,从头到脚,说白话一点就是我们的生命。 没有父母,哪有儿女。 这是最根本的人道,人不尊孝道,不行孝道,人格难保。 再者,没有先天,哪有后天。 人道根源于天道,没有天命之性,身心也无法起作用,如同禅宗六祖慧能大师所说,性在身心存,性去身心坏,一贯道为我们直接指明的就是这生命的总根源,我们也可称之为天理良心。 因此,因此,在我们的受一贯道性理真传之后,每天基本的修行功夫极在,每自尘朝先感恩。 每天早上能够清醒起来,这是每天最重要的事,也是每天最大的恩典福分,如果没有清醒起来,什么都没有了。 因此,每天清醒起来的时候,第一个念头就是感恩,感恩上天慈悲,天理良心在我的生命起作用,我要尊重实践天理良心,才对得起自己清醒起来。 而且,以感恩之念,带动全天的生活。 感恩父母,所以孝亲爱亲于亲,感恩兄弟姐妹,所以有爱和顺互尊,感恩社会大众,所以与人为善善与人同共生共好共融。 这也是,大学,所主张,天下要能和平,守在行孝替词。 从,孝,自,明白我们生命的先天根源是天理良心,我们生命的后天根源是父母双亲。 谢观看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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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